周日 东京奥运村向媒体开放 展示准备就绪的赛场 辅助设备和公共卫生安全 由于疫情的传播 2020年夏季奥运会推迟至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在日本东京举行 比赛开始前10天 也就是7月13日 运动员教练和组委会官员才可以正式登记 运动员在奥运村内即使接种了疫苗也得佩戴口罩 奥运村内处处都是警告标示 提醒运动员必须保持社交距离 请洗手在通风房间区域活动 奥运村的餐厅内也到处装设了监控器 以确保安全社交距离 防止中共病毒传播 国际奥委会表示 届时奥运村80%以上的居民将完全接种疫苗 新唐人记者李清盈 刘芳 综合报道